针对新装幸福站立体停车场在7月1日完工启用 新北市议员翁振州就表示 这是新北市第一座与捷运车站直接连通的停车场 另外在中央和地方齐心协力的争取之下 还为市民完成新建第二座的停车场 共同解决了大家停车不变的问题 环转线幸福站立体停车场在今年7月1号正式启用了 新北市议员翁振州表示 这座停车场最大的特色就是新北市第一座和捷运车站直接连通的停车场 包含7机车提供500多格停车位 要让民众停车转成捷运更具双重的便利性 捷运站连通的停车场终于启用了 我们幸福停车场在从7月1号到7月31号 会有免费的市营运的期间 可以欢迎大家来使用 除了新庄区捷运幸福站立体停车场之外 翁振州也说到在中央和地方齐心努力 还为市民争取新建两座已经完全的停车场地 共同解决大家停车不变的苦恼 除了感谢市府团队的努力外 也要感谢我们的中央的吴禀的立委 向我们的行政院争取前瞻补助的金费 来补助我们这个停车场的失作 在新庄总共有三座停车场 除了我们的运动公园 现在的幸福停车场外 还有另外一个是敏安国小停车场 很感谢我们中央地方一起协力 来为我们新庄的市民解决停车的困扰 新北市总计新建启用的97座公有停车场 提供18000多格的停车位 交通局表示为鼓励民众利用捷运转程 幸福站立体停车场的完工 更解决当地停车位不足的问题 记者黄又贤新庄采访报导 见面这些判酒 里面几乎 不渐 没有 给赏 来 我们 有